这个折牌实力如何 这牌很大就像这么犀利 哦漂亮 防守的绳变折现 成绩也不错 十七胜五负 在偷袭长球后 恩惠直线空档 手感非常出众 并没有太多的试探 直接相持 却飞的阵法手 很有感觉 慢慢加压 姐姐跟马龙打对抗 还有 非常关键的一分 继续赶主动上手 一个非常贵的拉球 非常考验手感 稳定一些 红西服的选手是薛飞 还在 在上车中 马龙一板撤切 改变你节奏 战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你看这个球 还是想从马龙的正手突破 连的四分 马龙拿下了第一局 再压住防守后 从马龙的正手 强行突破 在保守的防雷一板后 马龙反攻 防守二雷一板直线中路 再来 进他的两边调动 马龙的防守技术 比较平向防守型 有明显的节奏变化 却飞的直拍 设计成了他的教练王浩 直拍很打的能力 非常突出 在防守对抗中 马龙率先转了正手 把旋转贴了上来 第二局的学飞 他的防守 非常的广断 帮他拿下了第二局 在马龙防守发力后 学飞借力 防了一板 实力非常厚实 在防守位的测身 很容易造成正手的空档 就像这个情况 不再应聘防守了 而是给到了总监位 带有侵略性的防御 不长的这块问题 哇 还是各种的 一当对上了点 学飞的防守 一板比一板重 而且兼顾了弱点 漂亮 哦 漂亮 这一局的马龙 在防守位 有更多的变化 各种各样的小技术 很大的领先优势 又是一个侧切 就不凭防守相持 哦 漂亮 不动变化节奏弱点 赶紧记下来 赶紧记下来 哇 好球 斜线相持中的雄变直线 对马龙 女士不爽 11比3 11比3 马龙拿下关键的第四局 对了 哇 还有 漂亮 在相持中 不断迎前 寻求仗机 马龙的侧切 没有控制好弧线 漂亮 一当进入防守相持 就是学飞的天下了 嗯 正手短的上步拧拉 现在的这排打法越来越像横板 有突拍相持 不断变化弱点 达到中间位 转正手进攻 在防守加厉后 扛住了正手直线 帮助薛飞 拿到第五局的局点 改变了战术 主动批长 打相持 还是多拍相持 在领达后 满手快失 第二榜的衔接 且是致广重要 想从薛飞的中间位突破 但还是避不开 薛飞发手的锋芒 长的 再催 对 在台上 又来了一把侧切 现在的马龙 发手花样 越来越多 摆短后的调打 打到决胜局 不光要技术 更重要的是形态 还是长 一档马龙 转了正手 是非的伐手 就没什么优势了 决胜局的马龙 打得越来越释放 这就是了 这样的一个形态跟经验 哇 在马龙给到中路后 薛飞的转换 有些仓促 还是闪着防守得分 正手抢拉后 再回到中间 网救了第一个赛点 最后是马龙 四比三 有惊无险 赢下了薛飞 在马龙 作詞・作曲 李宗盛